你好 欢迎收看10月27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莲县政府为了拓展客源 出现离岛赴花莲的旅游 和金门县政府合力在10月27号到29号 推出了花莲金门包机第一架次行程 受到民众的热烈回响 期盼在观光淡季相互送客源 能够推动花莲金门双城护卫旅游 飞机缓缓降落 180位金门县民 拖着行李在县长杨振吾的带领之下 来到花莲 准备要到泰鲁阁以及清水断崖 来玩个三天两夜的花莲之旅 我没有来过所以不去 花现金 我怎么都没有来啊 问一下简单问一下 因为还要新闻那个 好新 所以才会选择这些经厂 对对对 每一个月都来花莲 面山来去走走 走走我们的青山步道 然后面海金门四面环海 我想那也够了 不过我们的大山 我们的这个清新的空气 还有山上的我们的资源丰富 以及芬多金 我想那是让人回复到我们的仆真 回复到我们心灵的安定 再为自己的人生再出发 最好的一个宝地 花莲金门金门花莲金花航线 会非常非常的花花花 非常非常的发发发 对不对 对 让我们心非常的愉快 尤其是人家说喜乐就是良药 作为理导我们的命脉 也跟郑慧姐所说的一样 就是交通跟观光 就是交通跟观光 所以我们金花两地 有太多太多共同的地方 那么今天交通的动脉打通了 我们观光会一起努力 交通观光好了 我相信我们两地都会越来越好 那么今天来到花莲县 也就是我们的花县 带着我们金门的乡亲来 让我们一起花县金门 以往花莲的旅客要到离岛 或是出国旅游 都必须要花时间到台北转机 花莲县政府跟观光处 跟旅游业者共同推斗 花莲和金门的双向包机 27号推出第一架包机行程之后 180个机位马上秒杀 县府将在12月2号加码 再推出第二架包机 金门到花莲直飞 只需要花一个小时 民众大赞太方便 可以省下最少也有6个小时吧 省一个晚上 还有一个晚上的那个 住宿 对我们东部人比较方便 以前如果没有直飞的话 你们要怎么去 不是去高雄 不是去台北 受疫情影响 地方政府合力出招 双向送客 不但可以大幅降低 玩游成本 还可以促进观光发展 加温两地旅游的新路线 记者综合报告